第464集 黄古前大地上很乱 纵使黄古身体一游大战连天时 一个身穿黄金战衣的男子开口 皮肤成小麦色 脸如刀削 愣角分明 此人名为金齿削 为北渊黄金家族的传人 极其强大 地位堪比大夏皇子 他已见到过相关记载 新年 大成的黄古圣体 以自身血液 将很多重伤捶死的有人救活 被载于古籍中 十滴血就可生死人肉白骨 黄古前大地上很乱吗 按妙仪眸波流转 看向金齿削 的确很乱 妖魔横行 不过后来 终被圣体 以及古之大地 镇压了下去 旁边 一个紫衣男子冷笑 他气宇轩昂 贵不可言 尤其是一双眸子 比星空还要深邃 妖魔横行 我看是古生物未绝 横行大地吧 他名为妖月空 是天妖宫的少主 来自东荒西部 这个古老的妖宫万劫不朽 自古传承至今 堪比诸圣地 金齿削冷声问道 入殡的剑媒倒立 姚月空 你什么意思 方才你说 荒谷时代大地动乱 妖族横行 我还问你是什么意思呢 姚月空 紫衣斩动 咧咧作响 他坐在那里 溃然不动 但却有破人的气势 古老的妖宫威慑天下 自古至今 也不知道出了多少 强大的妖王 据说 青椒王都是从此宫中 走出来的 妖月空的身份贵不可言 实力自然害人至极 我所说的难道不是真的吗 金齿削针锋相对 并不惧怕 因为他已大有来头 黄金家族身在北原 却也与东荒的北域接壤了 据说 西年是从东荒走出去的 甚至有传闻 他们是古生物的后代 留有太古的黄金血液 这一脉在北原的地位 好比不朽皇朝大厦 在中州的地位 劳不可撼动 自然可与天摇宫的人 分庭抗礼 姚月空冷哼了一声 西年 古生物兴风作浪 被古之大地镇压 某些家族 不得不远走北原 离开东荒 两个人不久前 就已经大战过一场 劫远颇深 如今针尖队脉芒 很有可能会再次生死对决 叶凡深感吃惊 他慢慢的听出了味道 没有想到 黄金家族与天妖宫 来历久远 如此神秘 姚月空 我们是人族中的 黄金王族一脉 你少要向我们 市场泼脏水 某些古生物 昔日兴风作浪 如今却以 人族中的 黄金王族自居 虽然是大敌 但两人倒也没有 大打出手的意思 很快就归于平静了 他们也不想 让人看热闹 按妙仪亲自针酒 而后束手一转 两个玉杯 分别飞到了金尺霄 与妖月空的面前 妙仪敬而为少主 不必意气相争 请饮下此酒 纵有些僵硬 但这种场合下 也没有人会多计较什么 不可能翻脸相想 皆饮下了酒水 旁边一个人问道 月空兄 天妖宫与世长存 昔年走出过诸多大妖 荒顾时代 曾与圣体大战 不知道你对此了解多少 妖月空黑发 轻武神色平静 妖族虽与人族大战过 但早已成为过去 如今和睦相处 昔年的恩怨 已湮灭在历史中 月空兄不要误会 我没有其他意思 那个人赶忙起身攻了攻守 在他看来 天妖宫比圣帝还恐怖 安妙依浅笑 欲持闪动晶莹光泽 明谋运时惊 月空兄 不要介意 妖宫也想问出这个问题呢 我们真的想了解一下 荒谷圣体 叶凡不解 这个女子为何如此呢 她对圣体真的这样感兴趣吗 圣体大成不可敌 这是妖月空的仙人 对荒谷圣体的评价 荒谷时代的大帝 妖族极度鼎盛 天妖宫不说号令 天下也差不多了 大妖背出 但与圣体大战 却付出了血的代价 妖族巨波不断云落 差点因此而灭 圣体 可刻珠般异象 所有领域法则都对她无效 生死大战时 她如入无人之境 在场大多都是圣子级人物 有些人 修成上古异象 可跨一个秘境大战 若是遇到圣体 毫无疑问 这些都无用 这是让人感觉不安的消息 叶凡觉得有些不自在 这些人一言一语 将她的秘密都快挖掘出来了 这可不是好现象 要月空没有多透露什么 诸圣地中不是有人 培养过环顾圣体吗 她扫了一眼相依妃 与万出圣子 其他人也开口 一直有耳闻 但却不知相情啊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相依妃 与万出圣子的身上 按妙依亲自为他们针灸 相供能刺告吗 那是数万年前的事情了 可惜终究是失败了 向依妃开口 大爷圣地 在数万年前 曾经偶然发现了一名圣体 花费百万金元 让其晋升入道宫五重天 那是一个无底洞 大爷虽然拿出千万金元 但是却会元气大伤 许多前辈推测 即便助他破入四季秘境 可能还会遇到其他不可想象的困难 后来 那名圣体什么命运啊 有人问道 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 向依妃没有回答 沉默不言 我听说那个圣体很是可怜 徐恒不冷不热地开口 新年 一个圣地 虽然可以拿得出千万金元 但却看不到希望 自然终止了 向依妃说道 有人开口 如今各大圣地在北域开出大量的圆框 再拿千万金元的话 绝不会伤什么元气 可惜得不偿失 谁知圣体近四季后 会不会还有稚固 没有人愿意豪赌 万出圣子摇头 李黑蕊那脚合 现在 不是有一个皇后圣体吗 我觉得各大圣体可以考虑下 培养一个无敌天下的高手 很多人没有回应 这是什么糟糕主意 不说叶凡与遥光的恩怨 单从其不是各圣地从小培养的弟子 就可以直接否决了 叶凡忽然开口 安仙子 为何对圣体如此感兴趣 安妙依说 一心向道 想明其源 勿其本 他在前辈手扎中见到 圣体亲近大道 自然是想多了解一些 大夏皇子大笑 圣体 徐日明传天下 我越来越期待 他打破诅咒 进入四季秘境了 安妙依忽然站了起来 玉体婀娜 来到一张玉桌前 将一个青铜小鼎 持在手中 诸位 妙依 想请各位一官 此物有何来历 这尊小鼎 布满绿绣 上面刻印着一些 鱼虫鸟兽 很是古朴 不过 并没有什么神力 道文似乎破损了 所有人神色都移动 安妙依不可能随便 拿出个东西给他们看 今夜请他们进来 多半就是为了此物 众人一一上前 全部先后观察了一遍 不过 却没有看出 任何异常之处 当叶帆迟到手中后 顿时心中一跳 他在顶上看到 一个熟悉的印记 鬼脸 那个狠人留下的器物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本故事 请多多的点赞评论 转发到您的朋友圈 请给我一个十份好评 谢谢你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